印度变种病毒现在说已经蔓延到大陆广东 造成广州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封锁了 更多内容交给心仪 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 这是在大陆广州立湾区的疫情中心 现在当地下令对全区人口进行核酸检测 因此许多医护和工作人员都从白天忙到黑夜 甚至冒着大雨进行检测 因为很多人是在睡梦当中接获检测通知 赶紧在凌晨的时候外出前往检测站排队 等着检测结果医护在忙了一天之后 有一个检测站的医护因为考虑到 离开工作区就必须换一套防护衣 因此他们不想浪费防护衣的情况之下 直接在检测站内休息躺在地上 同时也暴露出立湾区检测情况的混乱 引发群聚还传出检测物资不足 因此现在当地宣布要改采预约制 要排队民众保持社交距离 印度通报过去24个小时 新增16万多例的确诊创下 46天来的单日最低 单日染疫死亡呢同样还是超过3000人 又有3460人丧命 印度政府因此宣布 6月将有近1亿2000万剂的疫苗 可以提供印度国内来使用 印度是13亿5000万人口 但是现在还是只有3%的人 接种完必要的两剂疫苗 而在越南 越南在确诊者检体当中发现 全新的传染力更强的混种病毒 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特别是在没有通风系统的密闭空间里头 它的传染力更为迅速 而且病毒培养显示 这种混种病毒呢 它的复制速度相当的快速 现在在科技制造业呢 引发恐慌 因为越在越南北部的科技园区里头 工人群聚的情况很多 导致确诊数不断的暴增 这也让为在越南南部的其他工厂 像是台湾保原科技 还有英特尔越南厂 以及南韩三星 还有日本的电产 都开始加强园区内的防疫措施 要避免因为疫情冲击而进一步停工 那这些呢 都是在胡志明市17个工业园区当中 超过了1500间工厂里头进驻 而且还有28万名的劳工 在这个园区里头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越南从4月底开始爆发 新一波的疫情以来呢 为在北部北江省 还有北宁省的工业园区遭受冲击 现在至少八成的确诊病例 都来自厂区的员工 而北江省确诊数呢 现在是超过320例 目前已经关闭了4座工业园区 有几百家的工厂 现在是全面停工的状态 大约是13万人受到影响 那这次越南疫情的重症患者数量 相当的多 北江的工业园区的工人呢 密集而且都是集中在工厂 他们共用厕所 共用餐厅 乘坐同一辆接驳巴士 通常呢也住在同一个住宅区 因此呢 这个现在连越南官方都说 短时间之内会很难控制疫情 因此胡志明是现在周围省份 召开线上会议 针对可能爆发的疫情 进行演练 南韩国务总领召开中央灾难 安全对策本部会议时宣布 美国赠送给南韩的交生 100万剂疫苗 将预定在这个星期之内抵达南韩 这个比21号美韩元首高峰会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 给文在寅的55万人份的疫苗 还要多出一倍 一旦到货的话 将可以立刻实施接种的计划 希望呢只需要接种一剂的交生疫苗 可以向报告结果显示的 可以有效对抗南非变种病毒株 而在意大利通报新增44例染疫死亡 这个数字是过去意大利7个多月以来 单日最低的一次 而从去年10月14号 当时意大利通报的染疫死亡数呢 是43人就可以看见现在这个数字的最低的情况 同时意大利政府指出 国内呢已经有1180万人完整接种疫苗 占全意大利人口的将近两成左右 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指出 美国有一个最新研究 说从过去引发普通感冒的至少四种冠状病毒中 发现一种和新冠病毒相同的交叉反应抗体 这项研究成果 现在已经发表在科学期刊当中 研究人员呢 是比对过去搜集到的感冒病患血液样本 以及新冠病患的血液样本 他们比对之后发现 其中都存在一种多依附在病毒四图蛋白 可以中和病毒的交叉反应抗体 之后呢又进一步发现 抗体也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 这个冠状病毒呢有反应 这份研究中还提到 因为担心未来可能会爆发另外一种 致命的冠状病毒 那现在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和其他感冒病毒的 交叉反应抗体 可以研发出万用疫苗还有疗法的重要一步 快筛到底能不能用 到底有没有效 现在在科学界引发论战 说呢说英国在年初的时候宣布快筛计划 1月10号开始在全英国来推行 无症状的人呢也可以检测 可是呢科学家到现在都还在争论说 几百个廉价快速的筛检工具 是不是真的可以协助控制疫情呢 科学期刊自然一篇文章当中指出 专家们现在出现两种不一样的看法 原因就出在于病毒的含量 这份文章的解释说 快筛工具通常会将鼻腔 咽喉柿子还有柿子上的液体混合在一起 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知道结果 虽然可以快速地找到最具有传染性的患者 可是却只能检测到比较高的病毒含量 因此可能会漏掉病毒含量比较低的病例 那英国和美国都有推出相关计划 可是呢现在在学界呢 就是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人赞同使用快筛 那当然有一些人认为是不赞同的 说这种快筛工具呢 只能检测传染性 而并不是患者是不是真的感染 如果在全国几百万人口当中推行 那就有可能会漏掉大量的病例 也就是说这个利是大于弊呢 还是弊大于利呢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科学家现在唯一的共识是 相关单位必须要清楚来采明 快筛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因性结果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义